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猪卢门镇 我是老猪 今天是2020年9月28号星期一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道个歉 因为本来在上周五 我应该出这一期的节目了 但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耽误了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还是那句话 只有您的支持才是对我最大的动力 好了,咱们来看看新闻吧 我们先说说国内新闻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比较劲爆 就是国内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恒大集团 他们向广东省政府递交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这两天流出来了 这个报告说白一点 就是一个逼宫的文件 他就是告诉广东省政府 那么我欠了很多钱了 如果你不再搞资产重组 那么我的8300亿我还不上了 另外有3000多家 这个上下有企业 包括200多个金融机构 还有我的几万名员工 那么他们都会失业了 那你政府看着办吧 之所以这个报告流出来 后来这个恒大还紧急辟谣 但是有个习惯的就是 这个报告是盖了一个红章的 辟谣连个章都没有盖 大家都知道了 国内如果说你辟谣或者否定 那这个事情呢 八九就是实锤的了 这个许家印呢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第一个在房地产企业中 每个部门建立党支部的房地产企业 就凭这个他在2019年和那个刘永好啊 就是新勇旺做了个猪私料的刘永好 两个人作为唯一的两个企业家登上了2019年国庆节的这个天安门管理台 那刘永好呢 那刘永好呢 那么他登上这个官理台的这个理由呢 是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私营企业家 至于说 许家印登上这个天安门管理台 是不是因为马兴瑞的联系呢 这个咱们现在不去论 至于前深圳市委书记 马兴瑞 现在的广东省的省长 那么他和许家印的关系 以及马兴瑞和高层的关系 这个我在下一期的中国食商公务员这个系列节目里面 我会专门谈到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当时恒大的总部是在广州 那马兴瑞为了把让他搬到这个深圳来 给了32个深圳市的旧改项目 什么叫旧改呢 简称就是城市更新 城市旧改 就是把旧的拆掉 盖成新的商品房 这个项目呢 利润是颇大的 那么给了许家印32个 以此为条件 许家印把这个位于广州的总部 搬到了深圳 这样一来许家印手里有32个旧改项目 但是可惜啊 直到今天为止 他只做了两个旧改项目 而且这两个还处于这个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呢 喜欢绑架政府 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借银行10万块钱不还 那么你有麻烦 如果你借了银行一个亿 你不还 那是银行有麻烦 如果你借了银行100个亿 你不还 那是政府有麻烦 那么许家印现在借了银行呢 8300个亿 那肯定就是政府的麻烦 所以许家印要让政府出面了 另外大家都知道啊 一个楼盘从拿地到寿楼 它要经过几十个环节 要盖几十个有关部门的工章 所以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 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有许许多多私下的腐败的构当 所以房地产商一旦出现资金将要断裂 它往往会绑架政府 让你政府的人出面 给我站台 给我解决问题 否则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好了 咱们再说说这个国际新闻吧 也和我们中国有关的 据传最近这几天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 部署了四个集团军 有十二万军人 几千辆坦克 几百本打炮 几百架飞机 他们要干什么呢 那么这个司马昭之心 路人兼之了 从沙俄时代开始 俄罗斯对中国的土地 从来没有放弃过电击 这个问题呢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呢 也谈过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来看一看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这个沙俄就通过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侵占了中国的一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民国时期 在苏俄的压力下 外蒙古独立 唐吾乌连海 就被苏联给占领了 那么当时斯大林下令 把所有的原居民 除了杀掉一部分以外 剩下有三十万人 全部赶往西伯利亚 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边自身自便 更可气的是 1999年的12月9号和10号 时任中国的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 军委书记的江泽民 他以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 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边界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 他将中国的海参崴 以及远近邻远东地区 等一大片土地画给了俄罗斯 其中包括 俄罗斯杀进当地人的江东六十四困 这个江东六十四困的面积 就相当于香港的三倍 同时江泽民还出卖了 他已经在中俄立补处条约 这个不平等条约 叫中俄立补处条约中 明确已经规划中国的库业岛 也画给了俄罗斯 有七点六十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台湾的面积 其中还有近千个岛屿 那么承认这些土地 永远不属于中国了 属于这个俄罗斯 不仅如此 这个条约还将在1953年联合国大会上 已经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鲁乌拉海地区 约有十七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贵州省的面积 也卖给了俄罗斯 那么这个江泽民呢 一共卖给了俄罗斯大概 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当于呢 一百一十个台湾 它的总面积 其中江泽民还将原来属于 这个吉林省图门江的出海口 画给了俄罗斯 从而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唯一通道 江泽民还命令 这个边防军啊 后撤一百公里 在一百公里之内不设防 这个协议签计以后呢 俄罗斯的媒体大肆报道 那俄罗斯人是这个欢庆不一样 大家非常开心 俄罗斯人 但是中国人民呢 都不知情 官方严格的封锁消息 除了少数能够翻墙的和海外的留学生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外 国内老百姓都不知道 媒体不能登 老百姓不能讨论 在2004年的10月17号 外交部部长李绍兴 又以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 在北京又签署了一个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断的补充协议 他把江泽民原来签署了这个中俄东断国界协议 他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又把弹了到熊峡之岛 又划给了俄罗斯 所以这些人才是真真正正有资格成为卖国贼的人 老百姓们他们是不知道的 也不许论的 就是这些代表了14亿人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领导们 就把这些300多万的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卖给了俄罗斯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我们14亿人民伟大的党 所以我想问问国内的这些小粉红们 你们几乎花光了两代人的积蓄 去当上了这么一个房奴买了一套房 你们还要用工资的一大部分去还这个房贷 而且这个房子你还只有70年的使用权 那么对比一下他们 你们还能去爱你们的这个党 爱你们的这个政府吗 外伍的放弃 不仅仅是当时有这个苏俄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中共 他们为了依附于苏联这个政权 在1950年 同意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放弃了 所以国内在宣传960万神州大地 其实名不符实 夸大其词 中国实际上只有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中还包括了南海九段线之内的 具有争议的这些面积的土地 而且这几年中共为了讨好俄罗斯兰 和他们签订了一个70年的购买他们石油的这么一个协议 而且价格是国际市场价的两倍 所以这么一看 我们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敌人 中国人真正的敌人是俄罗斯 俄罗斯侵占了大概这么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 俄罗斯到现在还囤兵在中俄边境 他们才是中国人的真正的敌人 而不是美国 而不是至今没有占中国一寸领土的美国 所以为什么中共会把朋友当成敌人 会把敌人当成朋友 这个我想只有他们知道 历史学家们知道 老百姓们不知道 好了 我们书归正传吧 我们还是继续说说我们的中国食伤 以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十座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大山 其中一座就是中国的税收 我们先从个人的情况来说 个税有一个惊人的数据 中国的六成个税收入来源于工资 有8.4%的工薪人群贡献了六成的个税 以2014年为例 工资薪金所得在个税中占比例为65.3% 那么也就是说其他十项个税当中的内容加起来 还占不到这个工薪比翼税收的一半 我们看看一个长期的数据 从2005年到2014年 那么这个比例不降 反升从55.5%增加到了65.3% 几乎涨了近10% 我们来看看一件衣服 那么一件衣服它要卖出去 它其中包含了什么呢 营业税 增值税 交易附加费 社保 它要占这个零售价的27% 化妆品呢 就更多 化妆品要占到50% 化妆品有什么城市维护建设费 消费税 消费税等等 那么在美国呢 美国的一件衣服的零售价 它们里边占的税只占10% 相比之下 中国的一件衣服 它的税收是美国的三倍 中国是27%嘛 我们来看看 在交通出行方面 在中国你买一辆汽车 税占了这个汽车零售价的40% 包括了什么购置税 消费税 增值税 营业税 还有车船税 等等 有40% 那么从汽车的长期保有成本来看 中国的石油每升 它的税是一块钱 而美国的石油每升 大概是7.5美分 就相当于人民币 这个不到五毛钱 再加上 中国的高速路 每条高速路都收费 所以一到什么国庆啊 什么这个春节啊 如果说这个国家发出通知了 这几天高速路免费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高速路就它的车的行车速度 就完全还没有一个自行车快 因为大家都赶着那几天上高速路了 我是有这种同感的 300多公里 那么我跑了12个小时 这还是比较幸运的了 那么这就是高速路的一个收费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食品和住房 如果一个老百姓 你到餐馆去点个菜 那么如果你点了这个菜里面有猪肉 那么对不起 这个猪肉它的税费呢 就是30% 农民养这个猪啊 从养猪开始 它就要交拿15种的税费 那么餐馆呢 它还有营业税 还要所得税 还要教育附加费 还有员工的无险益金 那么你还有些什么卫生费 安保费等等等等五花八门 那么在房地产方面 中国的税费明目之多 让你想象不到 中国人买一套房 你要交68种税费 占到整个房价的70% 有些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比如说这个什么出让金啊 人房费啊 消防费啊 配套费啊 房轮检测费 还有什么开口费 就是你这个小区 你不是要开个口出去吗 那开口你要给开口费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 除了缴税呢 你还得缴各种的费用 比如说2007年 我们以这一年为例 中国的税收是4.9万亿 那么加上税和费用 一共收了9万亿 那就是说费用和税 它是比例差不多是1比1 就一半的一半 就是中国的各种费 美国的这个财经杂志啊 福布斯曾经公布了一个消息 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 中国的税是排名第二 亚洲排名第一 那么税排名第一是谁呢 是法国 但是法国老百姓 他们所享受的国家福利 我想朋友们 如果你们感兴趣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去查一查 法国老百姓享受了 什么样的国家福利 而中国老百姓 又享受了什么样的国家福利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 在这里呢 我就不累数了 我现在给大家描一描呢 就是中国的企业 如果你在中国啊 你开个公司搞个企业 那么你要向国家 交五大内的十八个税种 这还是明面的啊 五大内的十八个税种 所以你的盈利部分 你的存利润部分 往往比税收部分呢 还要少 比如说 我们用这个中国啊 这个隔离电器吧 我们用隔离电器来举例嘛 隔离电器公布了 2015年啊 它公布了一个社会责任报告里面 说 2015年隔离电器呢 共缴约了各种税金 是一百四十八点一六亿元 它当年的营业额呢 是一千多亿 净利润呢 是一百二十五点三二亿元 税金占到了隔离 所以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七 相当于它净利润的一点一五倍 那么就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 我们向政府交纳了大量的这个税和费 那么国家收的这个钱干嘛去了呢 其中有一项军费开支 在2019年啊 三月份 这个财政部公布了2018年的军费开支 是1.19万亿 但是还有一个数字 更能说明问题 就是它的维稳经费是1.4万亿 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共产党它把镇压监视老百姓的费用 远远高于国防开支 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它的军队是保卫这个国家领土安全的 保卫这个国家人民的 而中国现在的军队呢 是保卫共产党的军队 和老百姓没关系的 但是老百姓如果起来造反 那么中共的政权呢 它就会垮塌 所以中共就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维稳上面去 去监视老百姓 去镇压老百姓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到 中共其实他们惧怕的 不是国外的军事干涉或者军事侵略 他们最惧怕的 就是国内老百姓的反抗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YouTuber的或者是有条件的在推特上的 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捡那个稻草去 向它这个巨大的骆驼身上压过去 我们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了真相以后 就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前面讲的江泽民卖了这么多土地出去 知道那些真相以后 那么国内的老百姓 他们才能够真真真正的了解真情 从而发动起来 从而推翻共产党 国外的军事外部的干涉或者外部的压力只是一个外因 那么内因是其决定因素的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做这个频道 尽管现在我没什么人气 订阅的人也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特别享受就是我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美国 我能够讲我想讲的这些话 我能够去揭露共产党的这些丑恶和卖国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所以我也希望朋友们在看到我这个频道以后 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向你的朋友们去推荐 因为只有您的支持才是对我最大的动力 好朋友们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咱们星期三再见 拜拜